国度的生活我们需要去运用我们的恩赐 国度的生活我们需要同对待 和我们同做神的家人 同做奴仆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给他们爱水分量 而不是自己跑去属世的吃喝 好 我们请听我们在读第一个终点 我们都是主的奴仆 这里说他自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 奴仆象征幸福福祉的人命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看来都是奴仆 法罗在临前说 我们或者在地上受够于人做奴仆的 我们被招了我们是属于主的 虽然我们是自由的人 但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们如果是一个自由的人做老板呢 但是我们一个被招了 我们还是基督的奴仆 所以人一得救我们是什么呢 二十三节说为什么是这样呢 无论你是受户的 无论你是做老板的 因为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 哦 重价买来的 我们就不是要做人的奴仆了 我们是做主的奴仆 弟兄姊妹 我们因为重价把罗马买了 我们都是主的奴仆 所以在彼后一章 或者在罗马一章的第一节 无论是彼得 无论是法罗 他们虽然在人的面前 有一个身份 是被拆遣做使徒的 可是他们是什么呀 他们不是先祈祷 他们到人那里去 给人这个印象 他们是被拆遣做使徒的 他们乃是给人的印象 我是被买做谋仆的 哦 他们第一的话所说的都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奴仆 彼得是这样讲的 保罗也是这样讲的 基督耶稣的奴仆 保佛 所以我们考虑 我们在国度里 在我们进宫用 去做使徒之前 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都是奴仆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奴仆 阿里路雅